好的,继续回到我们高雄现场的节目现场 在接下来的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要先来看一段VCR 是关于高雄市后裔商圈的近况 近况,请看VCR 这里是有小五分补称号的后裔商圈 是高雄在地最大的成衣批发集散地 过去这里是高雄车站周边采买逛街的好去处 但随着铁路地下化 后车站的拆除以及周遭道路环境的改变 这里的人潮已经不如以往 后裔商圈是南台湾最大的成衣批发市场 也是我们南部最重要的一个经济 一个货源供应基地 那我们后裔商圈从八十几年的时候 在这边聚集成一个最大的市集 那随着车站的改造 那对我们商圈整个环境有很大的影响 包括停车场或车站的停车场的撤销 那九路的重建 那停车阁减少了非常多 不管是厂商还是逛街的民众 停车都是一大需求 但是配合高雄车站改建 以及九路路的道路环境整治 周边的停车场被纳路改进工地 路边的停车壳也只剩下寥寥无几 停车的困扰是导致整个商圈 不如过去繁荣的其中一项主因 那对我们这些从外地来补货的店家 它非常的不方便 那不像一般的零售 它是一个过渡逛街消费的模式 那我们商圈是一个批发零售 它需要一个车子临停带店家 那载着货走的一个经济模式 或许市府希望打造高雄车站周边商圈 已述六横表参道计划 已经过去的几年 但是计划进度依旧利能泪目 在地上却满怀期待的高雄车站完工 也希望市府能够兑现当年承诺 这个新火车站的建成 我们是带着很大的期望 希望带动我们周遭一个经济的发展 那过去我们市长讲的表参档 我们是非常期待 这两三年来我们看到这个进度几乎是零 那我们对市长这个竞选的承诺 我们还是有期待 希望这个带我们商圈 有一个不一样的改造 因为这条表参档是 我们高雄市最多商圈的中心点 从最南的山多商圈到最北 我们后裔商圈等等 有七八个商圈都在这条线上 我们很希望市府很重视地 积极地做这条表参档的机枉 围绕高雄火车站就有八大商圈 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 已经不如以往繁荣 配合车站的即将完工 表参档计划可能是重整南高雄商圈的一大关键 好的从VCR中可以看到停车问题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影响民众不愿意到商圈去观光消费 其实停车问题真的是不容小觑 其实市府已经有规划在高雄车站站会有停车的车位 也会开辟平面停车场 但是距离高雄车站完工还有一些时间 想询问一下后裔商圈理事长会不会希望说在这一段期间 会有什么样子的应急的方案来解决 暂时改善这个停车需求呢 这个对商圈来讲 那个停车场是非常重要 那很可惜的 我们周遭看了一下 周遭环境真的是找不到一块 公用地可以来停车 那目前在铁道三街 我们也积极请交通局来规划了几个临时的停车隔 那需求量还是跟不上我们的 或者车隔还跟不上我们需求 那我们是除了期待这个停车场地下停车场能立即的使用 那我们在临时的停车场方面也积极跟市府要求 像那个在自立路跟山德西街这边的铁道这边的增设来应急一下 那其了这个停车场以外 我们也改变我们客人的消费习惯 市府能用临时停车场远距离停车场 那搭配公共的像脚踏车也好 或是其他工具到达我们商圈 再把我们货品 货品再到它的停车场的需求 是不是改变这个模式 那最有效还是停车场能马上来使用 这是我们一直期待的 好的谢谢理事长的分享 那同时我们也想要请问一下 这个三缝中介停车状况 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状况 附近会有停车的空间可以停报吗 三缝中介是目前是要感谢这个李昆哲委员 他有向这个铁路局帮我们争取到一个200位的停车 平面停车场 就在山德西街跟智利路口那边 他到三缝中街也大概只有五分钟的车程 但是我们一直最期待的就是说 因为我们这个三缝中街刚好旁边就是建国路 我们一直期待在这个三明国小旁边那一个平面停车场 可以把它改建成立体停车场 这个问题我有跟我们的交通局局长还有市长去商讨这个事情 那我们交通局局长也很赞同 市长也有认同 就是说这个立体停车场在跟三明国小沟通以后 能够在这几年内把它建造成立体停车场 这样才能让这个三缝中街商圈能够长久的发展 这个是最重要的 所以虽然说目前已经有这个停车位了 但是其实还是蛮希望说这个立体停车场可以赶快的做这个兴建 因为这个铁路级这个不知道能够乘租几年不知道 但是如果我们盖立体停车场这是长远的计划 就希望还是有这个永久性 对 永久性 那我们想要来询问一下 就是因为其实说这个杠户车附近的这个租金 其实已经是有下降了 可是空污的这个状况好像还是蛮严重的 想要询问一下主委 就是面对这个杠户车附近的这个空污的状况 想问你们商圈里这个摊位带租的状况大概是怎么样子呢 还是其实还好 这个应该是这样讲 我想我们也很期待这个车站赶快完成 车站整个完成又应该会带来另一个新的一个商机 那车站旁边的这些 不管是租的瘦的应该都会改善 那当然我们沙漠中街也有一些 就是有一些店家没有开 但是因为沙漠中街的店家都是 就是已经开 都是很长久的都是经营很久的店家 那我们也希望说一些年轻人可以到沙漠中街来开店 我们也希望把沙漠中街 营造成多元的这个商圈 让这些年轻人来卖一些不同的东西来带动商机 就是有一种新的风貌这样子 对对对 那我们请后裔商圈的这个理事长 你帮我们分享一下 目前这个商圈是有带租的状况吗 还是其实整体的还可以这样子 目前后裔商圈的带租的店家 事实上还有大概十几个店家 那在滨岭那个铁道三街这边是新的一个街区 目前是没有店家进驻 那这边 也是我们未来交通的一个新的一个 像公车转运站 那我们是看好这边未来的发展 那也期待说市伍能辅导 鼓励新的文创的或是咖啡饮食店 来进驻我们商圈 让我们商圈有多元化 那提升我们这个商圈的客流量 带动一个新的繁荣的景象 谢谢 其实是希望就是保留这个传统 但是也要有一些注入一些新的活水 新的风貌这样子 好那其实就是这个表参道计划 其实大家也是相当的关注 这个部分我们就要想要请教一下 金发局的主命 金发局在这个部分 大概目前有没有哪一些的规划 可以帮我们简单分享呢 因为表参道计划是市府重要的 市政计划 那这部分涵盖的范围其实蛮大的 包含到都市文理 道路交通 这些都涵盖在里面 所以是透过我们市府跨局处的合作 来共同完成 那在金发局的部分 我们就是比较锁定在商圈的推动 那在商圈的对用这部分 我们就分为硬体跟软体的部分 那这软体的部分 就是我们会透过行销补助的方式 来提升商圈的特色 那像是我们即将要到来的过好年 就是我们大概会规划在上半年度 那能够协助到商圈这边能够进行一些 他们特色的宣传 那在下半年我们就会透过商圈的特色 营造 那来协助行销活动 那另外我们也会支持 有意要提升数位化的店家 那改善他们的相关的这些的设备也好 或者是他们怎么去上架的协助 那另外在硬体的部分 像是因为因应中华路的地下道拆除 那在三峰中街的部分 那就是在入口异项 那可能就会让人家忽略了 那所以在去年我们也完成了 三峰中街的对入口异项的新的营造出来 那应该主委这边算满意吧 对对对 真的有很多人停在那边就看到 这里是商风中街 那主委可不可以也分享一下 对于这个表参道还有没有什么样子的期待 表参道我也是乐观其成 其实我认为说如果能够把它变成多元的商圈 就从表参道一直下来 我觉得对商圈也是有好处 那我们也期待金华姐看如果规划我们都乐观其成 好的 那这样后翼商圈的话 会不会对表参道有没有一些想象或是期待跟规划呢 这个表参道我们看到日本的名字 那个名字神功在之前这个表参道 它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们是很期待 我们高雄市这个中山路 这个新火车站 面对了这个高雄市中佐线 能一个辉煌的一个建设 那从城市警官来讲 我们是真的是需要大力的来兴建 来改善我们目前的老旧设施 比如城市的风景 城市的那个风设施 能改造一下 那吸引国际的观光客进来 目前我们在路上都可能看到很多 到台湾的旅游的背包客 那在高雄市火车站这边是最多的 那我们是利用这一次的机遇 市府这种发响呢 把我们高雄市的观光 更上一层楼的堆栈 谢谢 好的 谢谢理事长跟我们分享 那想要询问一下两位商圈 这个理事长跟主委 对于就是目前面临的困境 还有没有觉得哪一个是对你们来说 影响比较大的呢 请主委先帮我们简单说一下 我们目前影响最大就是人眼不足 现在不知道怎么样非常的难找到人 其实我们生意目前是非常好 就是非常的缺人 像我已经忙了二十天 就是每天都非常的忙 生意非常忙 所以我是期待说有一些 就是能够找到人手 一起帮忙一起 对 了解 那像理事长这边呢 还有没有其他的 觉得目前面临到的困境 想要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是流行产业 那随着我们消费习惯改变 线上的刑期 还有高雄 北高雄像汉神 还有疫情将帝的大型购物商场的设立 对我们的竞争力是非常的挑战 那我们因为过去的经营方式 吸引了顾客的能力一直在下降 那我们一直鼓励我们电商 我们店家应该着重于新的创新 那更新自己的商圈的设备 来应用现代化的消费体验 谢谢 好的那我们想要询问一下这个港都社大的主任啊 想询问一下除了商圈面临困境 针对这个铁路地下化的部分 附近环境有很多的这个改变嘛 那港都社大跟公民团体都希望可以 就是在繁荣的同时可以保存这个地方的记忆 那想问一下主任针对这个的看法是什么样子呢 好 因为其实像现在高雄在这个 港湾这边做的这个计划啦 大港这边 亚洲新湾区 那我觉得我们铁路地下化 那当然铁路对高雄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记忆 那尤其在山明区这边 那在整个经济发展的过程中 如果我们是把这个铁路 尤其是在过去从哈马兴这边东移到山明区 这段的历史记忆能够保留下来 然后融入现在的这个商圈的一些经济 比如说刚刚都有讲到 是吸引年轻族群 吸引外国背包客 那外国背包客他们来看的 台湾的除了像这个商圈 像市场像年货大街之外 他们也会很注重台湾这个当地的文化特色 那我们铁路这么长一段 尤其现在铁路地下化之后 这个改变 变成一个15.37公里的绿源道 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 在地的文化特色 一个文化DNA 那两边的商圈 那尤其像这三缝中间 其实我们曾经在去年 港督社大友跟这个在地居民有 讨论过到一个点子是场域博物馆的概念 它可以打造成像 我们现在国人很喜欢去日本 像京都这样子 它其实就是老店面 百年老店 但是它就是生活在这个街区里面 那北包客观光客 其实走在 比如说 其实我认为三德西街 是很好发挥的地方 它可以跟旁边的三缝中间 做一个连结 它可以变成一个场域博物馆的概念 那旁边就是铁路记忆 那我们当然可以把一些相关的设施 比如说刚刚有提到这个 我们甚至跟数位QR Code的DNA 数位QR Code 然后一些指示牌的一些设立 这些都可以让更多的外国观光客 因为其实刚刚两位有提到这个香港 香港人现在是越来越多 那这不仅是香港的新移民 移入到台湾 在这几年比例增高之外 那也有因为香港人喜欢来台湾 是因为我们的文化相近 他们来到这个不管是三缝中间 或者是后裔商圈这边 他们都可以看 都可以看 找到他们的跟当地的一些共感 这些共感其实是在文化上面的共感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像现在这个 长明街这边长明商圈这边 其实为了要过去之后要做一些 一些建设 那现地留下的一些铁路记忆 我们是希望可以做一些低度开发 一些低度活化 或者是像青年旅店 或者是这个青创据点的方 这些都可以做 那保留在地对铁路的记忆 然后跟商圈才能够紧密结合 因为这些围绕在铁路周边的商圈 都是因为铁路而有兴起的一些脉络 这些我认为是应该要做一些 一些适当的一些保留的啦 其实在这个发展的同时呢 也不能把过去的一些传统的东西都抹灭掉 还是需要做一些保存这样子 好的谢谢主任跟我们分享 那我们现在先进一段广告 等一下马上回来